我宣誓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24中国两会3月4号及5号将在北京召开 这也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处女秀 在经济复苏迟滞的大环境下 今年中国将定下百分之几的经济成长率 为首要观察重点 去年以5.2%的增速 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 去年中国经济成长率5.2% 与当年度两会公布的5%左右互相吻合 然而房地产危机 国内需求下降 还有各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加总 让中国经济要重新向好挑战极大 年初公布31省GDP数据 有过半的省市没有达标 今年所有地方政府保守订定目标 现实对前景不太乐观 现在中国现在很少肯定 没有肯定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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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中国的肯定在企业 计划两大型轮延的肯定在企业 是国家和基地 和土地产的肯定在2021年 如果这个年时的基地 和基地的肯定在企业的肯定 或者是这个速化的肯定在企业 那我们需要另一种肯定的肯定 主力发展大数据 航态和AI产业 并提升产产进行产业融合 便是在找新的突破口 然而路透社对多名经济学家调查 他们预期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 会降速至4.6% 人大会议上除了要看经济政策 还要看两个空位是否有人坐上 是他一个抗产的证据吗 谢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一问三不答 去年7月外交部长秦刚突然不见人影 网络上猜测的剧本越来越多 却不见中国灭舆论之火 让人更好奇究竟秦刚去哪了 你自己的外交部部长出了问题 你自己的外交部发言人 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秦刚出事了 而且不是出小事是出大事 美国媒体去年12月报道 秦刚在一家军医院中死于轻生或是酷刑 原本受习近平器重的秦刚 无预警被撤换 至今生死未卜 只能确定国务委员少了一人 另外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因为涉嫌贪污落马 因此两会上会不会将两位国务委员位子补齐 也是另一看点 台湾倒退 谁想搞台独 就是分裂中国的国土 必将遭到历史和法律的严惩 民进党继续执政台独形象鲜明的赖清德当选 让王毅放狠话 然而他口中遭到法律的严惩 是否暗示反分裂国家法实行细则 将对台独主义者做出明确惩罚 两会上的两岸论述值得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滬宁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负责对台工作的王滬宁 不久前才在台胞社团论坛上宣示统一目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有机会在两会期间 下团组发表相关谈话 可以预见两会后到赖清德就职前 中国将依照两岸新政策 加大对台反读促统的行动 从经济 政治 国防 中国2024年最新政策指导期 将在两会上一意揭晓